赵薇落难无人支持 马云摔手 陈坤沉默 善恶又保夕烟度日 明星大杂愿 赵薇在娱乐圈混迹了这么久 地位已经很高了 嫁给现任老公黄有龙 更是开始经商 赚的也是盆满钵满 夫妻二人和女儿小四月 也是非常的幸福了 然而最近 赵薇和黄有龙却被曝出为归 被惩罚60万元 并且禁止入室五年 虽然说罚款不多 但是禁止入室真的是很要命了 这一举措不仅会让他们 现在的产业受到影响 近五年更是很难再翻身了 这个新闻传遍了网络 在电视新闻和相关报纸中也有报道 可见其影响 而赵薇老公黄有龙也站出来澄清 说这些事情属于诽谤 说自己也不想做巨富 只想过安稳日子 然而据大家了解赵薇夫妇可不是一般的有钱 这个时候出来博同情 压倒性的言论显然并不向着他们夫妇 在赵薇出世之前 赵薇的交友圈已经扩展到马云 王健林等国内的一线商业大佬 经常可以看到赵薇与商业大佬会舞交谈谈生意 而赵薇在娱乐圈也是好人员 有一大批一线明星是他的挚友 而如今赵薇被丑闻缠身 除了自己的丈夫身边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讲话 着实悲哀 而如今赵薇被媒体拍到 也是一脸憔悴 狼狈不堪 更是在公共场合烟不离手 看出来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重大的打击 不想之前刘涛的丈夫破产刘涛出来拍戏赚钱 赵薇经历这样的事情 可能在娱乐圈的风评也会受到影响 到时候也没有人愿意请他拍戏 赵薇的未来生活真的是堪忧啊 你心疼赵薇吗 对这个事 你怎么看 只要